在台上跪着的两人是一对夫妻 现已离婚 而离婚的原因正是因为这位母亲的干涉 才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如今小两口又为了复婚来到这个节目 可女方母亲揪着女儿就是不放手 无奈之下两人下跪请求 求母亲能成全他们 可这位母亲铁石心肠 面对这样一对恩爱的夫妻却无动于衷 情急之下 徒雷老师多次劝说都无果 所以才怒视这位母亲冷漠无情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这位母亲这样绝情 事情还要从女婿说起 今天谁想来的 我想 你想复婚 对 你有这个想法吗 我要考虑一下 因为一直以来 我跟她其实没什么矛盾 她妈就一直不喜欢我 嫌我各方面能力不行 意思是说她女儿可以找到一个比我强一点的 从两人结婚之初 岳母就一直排斥这个女婿 结婚后 对女婿也是各种挑剔 那么既然这样 两人为啥还要结婚呢 原因就在孩子身上 后来为什么同意你们结婚的呢 有了孩子 没错 正是因为两人有了孩子 岳母才勉强同意两人结婚 结婚后 又因为当时没有房子 只能和岳母住在一起 结果可想而知 本就对这段婚姻不满的岳母 对女婿各种挑剔 直到有一次发生了这件事 两人终究还是走到了离婚的地步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主要当时我听我妈说 说她打了我妈 那她出二十万离婚算了 我当时也是赌气 当时的话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当时的话确实我是在外面喝了点酒 回家比较晚 她妈就欺负她一出来 就说不怎么会挣钱 是吧 你还在外面 胡逢狗友 还喝酒 她就听她妈跟她说 她就说要跟我离婚 从两人的口中得知 离婚的原因是 女婿在外面和朋友喝了点酒 回家比较晚 本就对女婿不满意的岳母 见女婿这样更是气不打一出来 披头盖脸把女婿数落了一顿 但因女婿喝酒的原因 就跟岳母顶了两句嘴 于是岳母一气之下就要动手 结果被醉酒的女婿拦下 把岳母的手甩开一遍 也正是因为这个举动 被岳母说成女婿打了她 并向女儿诉苦 挑拨女儿和这个男人离婚 不知情的女儿在母亲的手势下 毅然决然和丈夫提出离婚 而丈夫也是一气之下同意了离婚 虽然两人离婚已有半年 但依然有感情 因为在没离婚之前 两人一直都很好 之所以离婚 也是因为女生的母亲 在中间挑拨 所以才造成现在的局面 如今女生对丈夫念念不忘 再加上孩子 这么小就没有了父爱 所以才来到这个节目请求帮助 想让丈夫和自己复婚 那么丈夫对复婚这个事又有什么看法呢 男生也有复婚的想法 毕竟孩子还小 两人的感情也在 之所以离婚的原因 也都是因为这个丈母娘 所以如果想复婚 还要看看岳母是什么样的态度 正好岳母也来到了现场 那就听听岳母对复婚这件事 有什么看法吧 这是你前女婿是吗 是的 喜欢她吗 不喜欢 女儿现在想跟她复婚 你是什么意见和态度 我不同意 因为她欺骗了我女儿 后来不知道怎么 就说有小孩了 那后来不是还是嫁给她了吗 就是后来有了小孩 我没办法 我勉强同意的 但是我还是心里不接受 岳母刚上台 就表达了对女婿不满 一直以来打心底 就没看上这个女婿 再加上凤子成婚这件事 更是让丈母娘气不打一出来 硬生生的把女婿 说成是个大骗子 所以才坚决不同意复婚 此话一出 图雷老师坐不住了 立马上前质问 何以见得男生是个大骗子 怎么就被说成骗子呢 你说你女儿被这个男生骗了是吗 是 我问一下女生 你是被骗的还是心甘情愿的 确实我当时也觉得她对我挺好的 是心甘情愿的是吗 对 听见没有 她不是上当受骗的 在我眼里就是她是骗的 其实大家都看得出来 夫妻俩是真心相爱 你情我愿 如今却被这位母亲说成是骗子 由此可见 母亲的说辞 就是在针对这个女婿 所有的原因都是因为看不上她 才导致的这种排斥心理 而对于母亲不同意复婚这件事 图雷也是强压怒火 故意质问母亲几个人性的问题 那我再问一下 你是特别喜欢你那小孙子是吗 是啊 那你就眼看着让你的小孙子 面临这样的破碎家庭吗 可能我觉得 你就不让他们复婚 他肯定爹不能一天到晚在身边呢 那肯定这个家庭就破了呀 他有爸爸也跟没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宁愿让你女儿再找一个再叫他爸 也不要这个爸是吗 确实 那留你这个妈在 你的女儿永远不会幸福 宁可给自己的外孙找一个后爸 也不想要这个亲爸 这就是这位母亲的回答 图雷听到这样的回答 简直就是没人性 人家夫妻俩 你请我愿来复婚 却被你这个丈母娘在中间干涉 气得图雷直言怒止 你就是个骇人精 有你这个妈在 你女儿永远不会得到幸福 可此时的这位母亲 对于图雷的话并不在意 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 今天之所以来到这个舞台 目的就是要把女儿拉回去 即便是两人强行复婚 也要跟着女儿过 你去拿我就去拿 反正我就是要干涉你们俩的婚姻 母亲执意要和女儿在一起 即便两人复婚有了新房 也要搬过去和女儿一起住 其实这对正常家庭来说 并不是坏事 既能帮忙做家务 又能帮忙带孩子 听起来岂不是两全其美 但问题是 他们这个家庭 并不是所想象的那样美好 主要原因在于 女婿在岳母的眼里 就是个眼中钉 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如果抱着这样的态度 去女儿家里 不可能家庭和睦 说不定哪天 又会因为丈母娘和女婿闹别扭 再一次走到离婚的地步 这些事情 都是可以提前想到的 那么既然这样 这位母亲 为啥就非要和女儿在一起呢 就不能成全他们俩 让他们出去自己过吗 因为我以为是我成小 一手大大的 她爸爸因为中南青鱼嘛 成了没包括她 就是我自己一个人 你这还蛮麻烦的 非要跟人俩在一起过呀 我就是这样的 因为我已经五十多岁了嘛 她跟她是 她跟她是一辈子 我跟她过一天 算一天 就是这样的 我就是要跟她在一起 从母亲的话中可以了解到 自己和丈夫的感情并不好 再加上丈夫重男轻女 所以女儿从小都是母亲 一手带大的 不想和女儿分开 即便是女儿嫁出去 也要时时刻刻保护好女儿 必须跟女儿在一起 而这些也只是同意复婚后的条件 不同意复婚的原因是 这个女婿在岳母眼里 是一个没用的人 说白了就是没有钱 认为这样的男人 保护不了自己的女儿 再加上自己已经五十多岁 和女儿在一起的十日也不多了 为了自己下半辈子的幸福 所以想让女儿 另找一个能力强的男人 不得不说 这样的想法是有多自私 用女儿的爱当成一种筹码 换取自己下半生的幸福 这种爱女儿的方式 不叫爱 明显是在害的 而面对这样的母亲 作为女儿也不好说啥 只能苦苦哀求 请求母亲成全他们俩 我觉得妈 你就让我 就是从小的话 你知道我的话 爸爸对我也不怎么样 也就是说 我也不想 我的儿子也没有饭 我希望你让我们 一起生活可以吗 其实我也并不想这么做 就是因为我那时候 带你太艰难了 我真的不想 孙女风筛 我就是这样的 一直想把你带下去 在你身边 保护你 我知道你带我很辛苦 但是我真的 还是想跟我的儿子 不想让我儿子 跟我一样 从小就没有父爱 你还是找一个 调性好一点的 我就不会认住了 你找一个 跟你差得远的人 我真的 不怕你嫁给他 我们会努力的 其实他也对我挺好的 所以我才来找他 不婚的 我知道他真的 面对女儿的苦苦哀求 母亲依然冷漠无情 即便是为了外孙考虑 也坚决不同意 和这个男人复婚 一心想让女儿 找一个条件好的男人 这样他才不会去干涉阻拦 母亲的态度 已经很明显 面对女生的选择 只有两个 一是选择和丈夫 强行复婚 两人单独出去过 二是选择母亲 不和丈夫复婚 和母亲在一起过 听从母亲的建议 给儿子找一个条件好的后伴 那么女生会做出 什么样的选择呢 妈你让我们再一起好不好 姑娘你选吧 妈你选 是啊 这样的选择太残酷 一面是自己心爱的丈夫 一面是生我养我的妈 如果非要单独选一个 还真不知道怎么选 此时的女儿 是多么想从妈妈的口中 得到答复 只要妈妈开口同意 女儿便能找到幸福 儿子也有了父爱 一切都向着美好的未来发展 可这个铁石心肠的母亲 面对女儿的苦苦哀求 依然占那不动声色 坚决不同意两人复婚 那么 这件事到底该怎么办呢 接下来 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 阿姨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和你女儿都掉在了水里 你不会游泳 你女儿会 但是 她只能自保 你还紧紧抓住她吗 如果你紧紧抱她 你一定要跟她在一起 两个人都会死 你放开她就会活 你做何选择 那是生死关头 我肯定是 会放开她吧 肯定会放开她是吗 但你不觉得 现在的情景就是那样吗 那不一样 那是生死关头 现在是生活真感的 你不觉得 你现在如果 再和她在一起 就是在横加干涉 两个人的婚姻吗 曲总的比喻恰当好处 正好应验了此情此景 母亲死死抓着女儿的手不放 结果只能害了她 如果放开女儿的手 女儿就会走向幸福 所以说 这位母亲对女儿的爱是自私的 为了和女儿在一起 不惜牺牲女儿的幸福执意 抓着女儿的手往水里拉 这不是害她 又是什么呢 可糊涂的母亲 依然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 还在阵阵有词地在那狡辩 真是无可救药 既然这样 再听听下一位老师的建议吧 我觉得曲老师刚才说的 那个例子非常好 就是如果掉在水里 您说了那是生死时刻 但是生活中 有好多看不到的生死 例如现在 她往前一步就是生 她站在这 对于她的婚姻生活就是死 如果大伙能退一步的话 也许可能就是海阔天空 您还继续跟您女儿一起生活 没有问题 但是您适当的也可以 对您的女婿有一个 重新的认知 不要把您对您爱人 或家庭对男性那种失望 投射在她身上就行 所以我希望您好好想一想 老师认为 如果想和女儿在一起 并不是不可以 但一定要改变对女婿的看法 如果还像之前那样 对女婿有排斥的心理 那么即便在一起 也是不会幸福的 所以作为母亲 也是有选择的 要么改变对女婿的看法 和她们在一起住 要么自己离开 让她们自己过 为了女儿的幸福 作为母亲也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是否让一步 最后再听听 涂雷老师怎么说 其实你和你的爱人之间感情不是很好 但其实你很爱你的女儿 因为你的丈夫不太关心你的女儿 所以你给了你女儿更多倍的爱 并且因为你的女儿 你要给她一个完整的家庭 所以你没有跟你的丈夫离婚 对吗 那为什么你要让你的孙子 面临这样的境地呢 涂雷老师把母女俩的位子调换了一下 你能为了女儿和丈夫不离婚 为的就是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 但反过来对于这个外孙也是同样的处境 你女儿也是想为了儿子和丈夫复婚 况且两人的感情还比较好 这么优越的条件 那为什么你却非要在中间横加干涉呢 这几个问题换做谁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因为问的实在是太对了 这很明显就是母亲在中间干涉的做法不对 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位母亲不但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 反而把责任怪到了女婿身上 我说的是她爸爸自己没有能力啊 不 大姐咱们凭心而论 就即便说你的女儿很优秀 你也很难担保 爱情这种事情 她是否会找一个特别优秀的男生 我们所指的优秀 通常是指这个男生 第一他没有道德问题 他做人作风很正 是吧 他凭自己的努力吃饭 但你不可能要求你的女儿 一定找一个说 在经济条件上有多好 在权力掌控范围上有多好的男人 你无法保证 就连你自己找的你也无法保证 更何况退一万步讲 第一他们已经结婚 第二已经有孩子 第三这个男生没有那么坏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既然你当年牺牲了你自己的幸福 换来了你女儿的家庭完整 那么今天为什么不给他们一家三口一个完整呢 母亲这种歧视人的想法 让涂雷老是费尽口舌 苦口婆心劝导母亲要看清事实 不能这样去评价一个人 我们常说的优秀男人并不一定就是经济条件好 而是需要从各种方面来考量这个问题 就拿你的女婿来说 这个男人从各方面来看还是一个不错的人 那为什么就不能成全他们 让他们有一个完整的家呢 所以说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母亲放手 让女儿自己去寻找幸福 那么听了老师们的建议 这位母亲是否愿意放手呢 从今天开始 你要抽离出你女儿的婚姻生活 你做得到吗 你做不到你在这待着 做不到 你们夫妇我就在我就在你们一起 这个气你受得了也得受 受不了你也得受 反正就是这样的 面对老师们的苦言相劝 这位冷漠无情的母亲死死缠着女儿就是不放 撒泼耍赖也要跟着女儿 不管女婿受不受得了 反正就是这样的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 老师们也是没办法了 但涂磊老师偏偏不信这个劲 人心既然是肉掌的 肯定就会有心软的时候 就在这时 涂磊气愤的要求 两人向母亲下跪道歉 我就不信他不心软 你们俩赶快跑了 所以给他跪下赶快 在那干什么呢 你笨哪 男生说话呀 好 确实那天是我喝了酒 回来跟你顶转了 还动了手 确实是我不对 我在这里跟你道不歉 我不是不疼你们两个人不分 我就是说我还是跟你们聚在一起 我也不干扫 干扫你们什么 面对女儿下跪请求和女婿的道歉 母亲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此时涂磊也服气了 从来没见过这么铁石心肠的人 而这时的两人也已经在门后 做最后的选择 如果母亲再不开口同意 那么这段婚姻即将毁在这位母亲的手里 此时涂磊用尽最后的力气 再次怒劝母亲 希望他能放手 我就不明白大姐 你为什么就看着两个人跪在你面前 你就宁愿看得下去 就这么冷漠 铁石心肠 女婿道歉也道歉了 你就不能给他们一个机会 给一对夫妻一点自己的攻坚 又不是说让你跟你的女儿不见面了 他们从此要跑了 你怎么就看得下去 我就不明白 你为什么就要死就着不放呢 最后问你一次 愿意给女儿一个机会吗 反正他们要付分的话 我就给他们一次机会了 不是这样 这样吧 不跟他住一会儿是吧 你用行动来表达吧 你不跟他们住一起 你就走 我要考虑他 下次考虑 下次考虑 来 我的天哪 这位铁石心肠的母亲 终于肯放手了 此时门后的两人 同样也要做出选择 可想而知 母亲既然开口同意 两人肯定是选择在一起 女生终于露出了笑容 紧紧地和丈夫拥抱 接着就是放声大哭 眼泪里流的是那份开心 和这份爱情的来之不已 视频看到这 我有些担心 因为此时慈景跟两人结婚的时候 似曾相识 母亲当初是勉强同意两人结婚 现在复婚母亲依然是很勉强 所以母亲真的对这个女婿另眼相看了吗 屏幕前的你对此又有何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